距离浪姐3收官已经快两周时间了 虽然星星的约定 乐队的海边两党团众已经提上了拍摄日程 但播出之日依旧是遥遥无奇 就在这时 同为舞台敬眼类综艺的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强势回归 乘着浪姐3的余热迅速定档于8月19日开播 同为芒果台爆款综艺 P哥可以说是浪姐成功后的产物 在一定程度上吃了浪姐的红利 常言道闷声发大财 P哥既然占了浪姐的便宜 那就应该低调 但节目组偏偏不走寻常路 甚至在浪姐3关键赛段便展开了P哥2录制 对后者的偏爱一目了然 根据官宣的消息可知 P哥2首播时间为8月19日中午 而且是采用单双更交替的形式更新节目 内容要比浪姐3丰富近一半 除此之外 节目组在邀请嘉宾上也明显费了功夫 既邀请到了苏友鹏 林峰 吴卓熙 任贤奇等众多童年男神 还邀请到了极具争议的刘凯威 实力派唱将郑军 再加上吴建豪 潘伟博 吴克群 陈小春 张志玲 李承轩等一众男星的嘉宾 节目阵容一经官宣便引来了大批网友关注 而在28位全新哥哥中 郑军和苏友鹏无疑是C位的有力竞争者 前者唱功了德 而后者国民度极高 两人都是C位的热门人选 就在节目开播前一天 32位哥哥全员发文为节目造势 郑军官宣 加盟更是引来了近20位当红明星为其应援 排面拉满 人脉强大 郑军是国内知名摇滚乐男歌手 发表过赤裸裸 第三只眼 怒放等多张专辑 近年也在我是唱作人 明日之子 以及中国新说唱等多档热门音乐类综艺中大放异彩 凭借出众的才华和极具魅力的人格圈粉无数 他这次重新出发加盟批哥2 而以说是万众期待 显然 除了大批观众期待能看到郑军在批哥2中的精彩表现外 圈内众多明星也已经搬好小板凳看戏了 截止目前 已经有近20位当红明星转发为郑军应援了 他们分别是张艺兴 孟美琪 李斯丹尼 张雨琪 盖 金晨 陈楚生 蓝盈盈 黄胜一 黄磊 朱雅文 宋颜飞 邓超 阿朵 陈丽 以及那英 既有女团爱豆 又有当红流量和多位浪姐 以及实力派演员 郑军的人脉遍布歌坛和演艺圈 可谓是相当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 黄磊 张艺兴师徒还同时出现在了应援大军中 前者是中年戏骨 而后者是当红偶像 两人相差了20岁 郑军能让他们齐上阵 交友年龄范围真的豪广 都说友情是上见 郑军官宣批哥能够一呼百应 引来如此多圈内 好友应援也侧面证实了郑军 私下对待朋友也一定很好 有如此大的排场也是理所应当 优优独播剧场 了吗 优独播剧场 了吗 优独播剧场 了吗 优独播剧场ella